Google相簿怎麼整合在我們的協作平台 基本上來說 能不能整合先看這裡 你看插入的地方 這邊是基本功能對不對 這邊是版面你懂了 來從這裡看 預設它其實不給相簿進來 這是Google文件 Google簡報 Google試算表 Google表單跟圖表 從頭到尾都沒有相簿 可是相簿可能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那相簿呢 從這裡可以加四張 老師我有三張 運動會整個照片有三張 怎麼辦呢 來首先我們建議各位先把它傳到 這裡傳到Google的相簿去 那Google傳到Google相簿就可以建立相簿 以這一本相簿來說汽球車這個 看這裡哦 那怎麼做分享在這裡 一個點變哪個點 你首先要先分享給所有人看 之後才可以整合進來 預設你的相簿當然不會對外公開啊 公開得了 所以一個點變兩個點的時候呢 這裡再來點這裡 建立共享連結 建立 好 從此又複製起來 這個網址 我剛做這件事再看一下 我點哪一個 複製連結 這個網址就等於這本相簿了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網址集合在你的協作平台 或放在學校網站首頁 點起來 那回到這裡來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把它加進來了 來來來來 那要加什麼東西呢 來 這邊給內簽 你看見嗎 內簽加進來 他說哦 哎 使用網址上你給我網址 或是什麼 給我網址 這個 Ctrl-V貼上了 這個就在這裡 好 再點什麼 插入 這個地方 那你可以把它拉這個 拉大一點 好來 我們把它發布吧 發布的地方 再做發布 接下來再來看效果 點這裡來 從這裡看發布的效果 剛剛這一頁 那這點起來以後呢 你看到六連結 七折 那點起來 就會它連結到這裡來 這時候呢 它就可以看所有的相片了 基本上還是連到Google相簿去啦 但透過這種方式 你就可以看到裡面所有的內容 因為它預設值 它並不支援Google相簿 你聽懂嗎 哦 所以在這邊的選項裡面 並沒有Google相簿 但是我需要這麼 這幾樣這麼 老實想再加點說明 可以啊 也許再加說明 應該加個什麼 加個文字方塊給他 哦 應該再加上面 加 不是在這裡應該加上面吧 往上移 對他來說 每個都是個block 那這裡呢 你就給它打死細點 來 回到這盒欄的打字 把它選起來 這是Google相簿的地方 回到這裡來 又先什麼 活動相簿 六年級的 活動 一百張 類似像這樣 點點點 好 請大家可以看 哦 當它點下去的時候 就會點過去 你聽懂嗎 所以我把程序再講一遍 在你的Google相簿裡面很多 對不對 首先把它建立相簿 建立相簿完以後呢 選哪一個 一個點變兩個點 這時候再點建立連結 這時候再點建立連結 這個網址就可以結合在我們的那個 複製起來 回到協作平台 怎麼加的 從這裡加 我們往下來 從這裡加 簽入 你把Ctrl V這樣就搞定了 再點插入 那這是另外一本 熱縮片這個 哦 這兩本相簿 就可以加進來 這邊 對 因為 這兒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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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